空隙警報大作一道道白光 劃破以色列北部上空 除了要應付來自黎巴嫩真主黨的攻擊 以色列還得處理 國內紛擾 泰拉威夫街頭 按照慣例再次出現人質家屬示威潮 抗議者這次還在馬路上 撒紅色粉末並澆水 象徵困境在加薩的100多名人質 正在躺血 但還是上演了每個禮拜的戲碼 又有示威者遭警方逮捕 痛批總理納坦雅胡 根本沒把人質的性命放在眼裡 只是就在家屬煎熬之際 以色列軍方釋出了不尋常的聲明 過去一軍在加薩醫院或是其他地方 發現遺體時都會先進行驗屍 閒少在行動尚未結束前 就發表類似聲明 引發以色列公眾揣測 這些失守恐怕是他們的親人 美國總統拜登也證實 確有歧視 然而CNN和多家以國媒體指出 納坦雅胡和防長葛朗特在處理人質 以及是否從廢城走廊撤軍的議題上 出現嚴重分歧 兩人鬧不合 這也成為以哈廷或談判的主要癥結點之一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